Ayo, 了世紀天天又自新 大家好,我是Ayo 今天來看薩拉斯人對上印加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死灰岩地形 這場比賽一樣是這個帝國戰爭 最近帝國戰爭有非常多的職業圈舍們 都已經可以前往火牛背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位紫色玩家 薩拉斯人是明確斯特 這位玩家也是我覺得是帝帝國前十大場的玩家 現在來看這把他玩的是薩拉森 薩拉森的特色是他的市集造價比較便宜 只要75木頭 而且有這個交易的手續費的優惠 但是他的經濟優勢是沒有的 他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所以他可以透過一些買賣達成自己的經濟優勢 那對於現在的META來說 很多人會賣石頭上城或是上帝王買賣資源 這樣子 對於薩拉森來說這個行為是非常好的一個狀況 薩拉森人的駱駝是血量最多的駱駝文明 而且他的生鋁核體是全滿的 全滿之外還有銀罐技術 伊士蘭音樂可以讓自己的生鋁獲得範圍不顯的效果 薩拉森人算是打生鋁戰、騎兵、肉馬、步兵 全部都能打甚至有重頭、火炮、工程工程師的一個特殊文明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YO YO的文明是隱家人 隱家人特色是蓋房只有兩倍的防護效果 所以他很不容易卡人口 那應家人他的護兵單位跟工兵單位都是全滿的 而且他的食物消耗單位也會比較多一點 不如要出槍隊長、老鷹、頭石手、戰毛兵、槍兵 都是有食物的消耗減免 這個效果讓他成為T1文明甚至T0文明的一個能力 那應家人後期的生鋁科技雖然不太行 但是他該有的都有 只要不打生鋁戰的話 純生鋁庫打的情況 他還是能用的 那後期還有植物盾 可以讓自己的老鷹遠防高達10點 就算連重中馬弓怎麼打也都是一滴血狀況 目前前期兩邊已經開打 好怪喔這邊是老鷹 雙均勻策略 純生鋁這邊是轉工兵 但這邊不能只出工兵而已 如果對方真的是一直打老鷹的狀況 可能還是要補個馬就 好早就已經補馬就了 職業選手們都蠻知道對方這個打法有什麼優缺點 所以他們的轉兵都會轉得很快 馬就一定要這個時候點 不然對方老鷹這麼多的情況下 只靠工兵到城堡時代更容易打不贏 尤其是因為老鷹在城堡時代 傷害力會再加3點 遠防呢 大概會又變成多加1點遠防 所以防護力其實是蠻夠的 工兵稍微往前給壓力 但是老鷹在後面想要來斷支援的工兵 好這隻封兵就活了下來 OK現在YO一直想要把戰場 撥到Minchester家裡 那確實這是一個好策略 最近大勝的不攻兵 打劍族的速度非常快 破門的速度很快 所以YO讓Minchester回家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好那現在升到城堡時代 攻擊力來到了7加1點的傷害值 好來到了英勇士 攻擊力來到了7加1 血量555 這個是櫻家人的老鷹 那櫻家人的話 最好這邊再補個三菌會比較好 三菌 喔有有三菌 這裡還有一個 因為他現在有產能上的問題 不趕快把這個產能拉起來 待會老鷹很難照出來 因為現在老鷹的照的速度 是30秒一直 還35秒一直的樣子 照的時間會比較久 好那這邊兩邊對送一下 但是Minchester選擇了騎士 當前排坦克 後面用攻兵作為壓力 好那現在攻兵由於擊射 射一下老鷹的話是以下兩滴 好這邊利用自己的僧侶給對方壓力 讓騎士3往前 好騎士1往前之後 老鷹又開始打不贏了 欸這個攻兵保持得很好欸 還有12隻 哇YO這邊被Minchester射到有點頭破血流 好但YO這邊的組成也比較簡單一點了 現在只要狂出老鷹 再搭配這個 真女喔應該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那Minchester這邊轉出了品種 單PC開始給壓力 哇這個薩拉森塔建築物真的是快阿 隨便射個幾下就爆了 甚至連劍塔都能射得贏了 好 要數量夠多的話 哇這個田直接1 2 3 4 5 5片田 5 6 30 300目就這樣沒了 歐歐現在機器有點炸裂 資源上已經輸給薩拉森人 已經來到了1000資源 但是兩方的村民都沒有死傷喔 這算是一個很好的狀況 那上面之後有個劍塔 所以Minchester暫時不敢直接往前 那當然Minchester也可以直接拉騎士過來打這根劍塔 但是人家會修這個劍塔 而且老鷹也會圍上來 所以這邊直接拆劍塔也不是民進知覺 Minchester確實也知道對方的兵力很多 哇 歐歐這裡 16隻老鷹 2 5點多 好這邊老鷹 擋不住 選擇了撤退 薩拉森人呢 他的騎士路線比較尷尬是他不能升級重裝騎士阿 所以撐爆時代是用騎士擋著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但到了帝龍時代 要考慮的是要不要轉弱鎖 還是要繼續轉這個騎士 或是繼續出 或是轉出奴隸兵 都是一個不錯對方勞印的方法 那以當坦克來說的情況 我覺得騎士可能還是比奴隸兵好 奴隸兵的防護率實在是太不弱了 好 這一波老鷹 最後是直接硬上 沒有打算回頭了 塞士從此也抓到了非常多的弓兵 這一波是由YO 拿下這一波的包抄 哇靠 YO最後直接硬上 高地弓兵也不怕 本部拿下了 明確斯特這邊點下了一級的騎兵鎧甲 後面又補下了一個新的馬舟 現在是雙馬舟 不要來出騎士 YO這邊經濟雖然有點糟糕 但是還是很努力的活了下來 正常人 一般人 在這邊應該就已經倒了 那後面有個細節 就是有補了兩個軍營 變成四軍營的慘 那這個軍營剛剛應該也是有慘一些 讓這邊的兵力 補血非常多 那這個也算是西帝國裡面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一定要先有軍事喔 才能活下來 沒有活下來的話 就很容易被一波帶走 好 當然是打這個軍事 讓自己的經濟其實並不是那麼好 殺生人這邊沒有打算開TC YO這邊已經開下了城鎮中心 好 YO還在前面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待會可以轉個弩炮頭車 都沒有問題 好 殺生人把這個騎兵的科技 開始補起來了 開始轉嘛 攻兵的部分 也有繼續出 哇 單TC打這麼兇 那YO這邊二級伐木可能要趕快點下才行 二級伐木沒有的話經濟其實蠻糟糕的 現在資源量已經輸了大概2000多的資源點 好 這裡往前走 躲掉頭子車 再一發拿下 再逼陣躲 哇靠 殺生人這一波打頭子車打得細節拉滿 好 因為大家玩攻兵的時候遇到頭子車 下意識的都想往後走 那是Mintrest剛剛遇到頭子車第一發往後走 就中了 但是他選擇了往前 然後第二發的時候選擇了V陣躲掉 這個控兵方法很齊齁 是以為在操作 好現在殺生人點下了彈道學 打的就是一個強攻模式 好殺生人 彈道學已經好了 現在老實用來到了28隻 Mintrest這波能夠BD嗎 這個BD過去怎麼感覺自己家會鮮美 好像不太對喔 這個 這個 要確定欸 這個要回來吧 這個要回來吧 好 生女在後面 找到了兩隻騎士 好 但是生女也在這個時間點 倒地 但騎士為了打這兩隻生女 浪費了太多地騎士 血量掉的非常多 好後面補下一個秋刀院 好後面的工兵 又重新上到了高地 好 後面的工兵 又重新上到了高地 好 生女又重新著想到了一隻騎士 生女 想要點掉 先點投資車 預判 成功 哇 這裡砸掉了三隻工兵 哇 這一波不虧 但是這個工兵開始射起來了 哇 把DPS全部打滿 好 YO3TC補下 殺生依舊3TC 壓力回到了 Mintrest的身上了 好 但是騎士還在出 Mintrest並沒有打算 讓YO 順利的開血TC NTC還是開了 好 好 生女射掉 現在Mintrest後方也開下了一個城鎮中心 現在老英數量38隻 數量其實蠻龐大的 但是生女 這裡有18隻騎士 加上後面的這些工兵其實還蠻夠的 好 Mintrest現在用工兵單位 開始要射掉這個城鎮中心囉 殺生的不工兵的傷害加成 非常可怕 已經射掉1000點的血量了 好 這邊可以繼續射 把這個TC射掉 或是騎士上去直接補習 傷害也沒問題 直接手撕 後面老英直接過來 想要阻止這一波 好 能夠阻止得了嗎 工兵要先撤 這裡要先手撕掉 開得掉嗎 哇 拆掉了 這個TC居然拿得下來 好 騎士往後拉一下 先遠離一下真屢 工兵繼續往後拉 騎士原地開打 兩邊的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但是老英的血量掉得更快一點 原來這邊騎士的傷害值實在太高 老英的近戰防護力只有2點 怎麼打得贏騎士呢 騎士近戰防護力4點 現在只有3點 2反還沒有點 OK 現在的狀況對於薩拉森來說是比較有優勢的 雖然村民上是弱後 但軍事上面明顯是壓過於YO的 畢竟後排有工兵的話 狀況是完全不同的 好 這邊再拆掉一些圍箭 這個圍箭在拆除的話 覺得很好 後面就不會有隱患了 這個薩拉森人 確實是一個不需要工程器單位 就可以進行工程的文明 甚至連這個TC都已經射掉 但是遇到城堡 就有點難攻了 當然就還是要耗工程器才行 對YO這邊挖區跟城堡防守 確實很重要 那這邊是選擇了先防守正面 讓地級的城市中心暫時沒事 往下開始挖黃金 後面繼續用老英開始在後面 偷抓一些單位 好 這波老英可能要衝進去做交換 但是這裡有機會衝進去嗎 沒有辦法 家裡圍起來了 讓老英讓這個騎士去追 就是用工兵單位繼續破牆 殺生人的破牆很快的喔 又半血了 這個機率已經倒得很快 這個修道院要是能打掉的話 也不錯 這個生物就會噴出來 好 下面又開了更多的PC 我要是選擇了 你拆越多 我就蓋越多的策略 看是你拆得快 還是我蓋得快 好 後面的騎士突然開打起來 老英直接上高地 想要進行反擊 好像這一波有點機會 但是騎士又再次重新拿到了高地 騎士拿到高地之後 戰況又有所改變 哇靠 這三隻騎士 最後應該是能打的贏 好 哇 騎士又贏了 這一波老英 好 我還有點下了輪軸劑士 殺生人雙提斯 點下了手吹車 好 風田再次點下 好 把修造院 終於要撕掉了 現在YO家裡 為了開太多TC的關係 現在LOG 有點極限了 好 當然村民還是盡量不要賺比較好 YO這邊有點猶豫 到底要按村民還是要爆兵 我們覺得還是爆兵比較好 那其實YO這個文明也是可以出弓兵的 但是他現在弓兵沒有打槍他出的意思 畢竟轉型還是需要大量支援 現在要集戰力的話還是只能靠老鷹 不然就只能靠工程器製造所 投車奴奴了 好 鐵骨銷彈 大聲衝進去砍掉一杯老鷹 但是老鷹雖然還變多 騎士可能會被爆掉 好 我要開始奪現囉 這裡一右 後面一右 到處再圍 薩拉聖人回家 騎士走進來了 工兵抓掉一出來的老鷹 在薩拉聖人家裡是圍得差不多 但是還是要剪掉這些老鷹才行 所以從工兵走進來就糟糕了 裡面的村民只能四處逃 好 薩拉聖人經濟還是領先 現在YO的經濟14DC開龍 好 這裡補了一個石牆 後方的老鷹 這死隻 這裡可能要打破一個洞 先處理上面 下面這裡暫時沒事 右邊這個馬就 待會兒也再修一下就行 好 騎士過來應戰 先擠掉家裡的問題 YO的老鷹從後面飛出來 想要趕快來抓到主力正面 但正面還是有騎士擋住 而且還是高打滴 這一波YO可能沒有辦法拿下來 高打滴的騎士當然很高 但是後面一點的石油 扶得過來就有機會 好 這一波直接放棄騎士 哇 這口工兵最後還是沒有辦法拿下 小硬的水量剩下一點點 好 左邊已經解掉 好 上方也解掉 下方這裡中突入進來 但是大聖人已經帝王時代 殿下的三級是化學 YO裡帝王時代 完全有一段路 但是 村民術來說 還是YO領先 但是YO村民術領先 資源上卻領先不了 畢竟村民一直在大逃難 一直在移動當中 海級的資源速度比較慢 而且沒有二級農 二級農 二級伐木 沒有二級伐木的話 經濟是有點差的 那薩拉聖人這邊殿下 下層推車的經濟也是非常好 好 那現在YO 是決定要繼續出老鷹 好 現在要直接手撕劍塔了 快很快 哇 這個血量掉很快 秒掉 好 過來 直接被射歪 好 龍龍已經點了 27隻的弓兵 家裡的老鷹繼續在殺老 但是有騎士沒有問題 好 這裡想用蓋寶 這個寶能蓋起來嗎 感覺上是有一點吃力的喔 哇 真的是出了事了 好 偷方的老鷹 現在五十三單 牆龍27隻的數量 沒有發現 老鷹已經貼在背後 哇 這一波打得很好喔 牆龍是讓降低到只槍20隻 牆龍趕快過來防守 直接躲到城堡下方 讓這個城堡有機會蓋好 但是牆龍還是想要拉走 讓騎士繼續進攻 看來這邊的城堡已經出現了17隻的村民 增加了城堡非常多的箭矢傷害 但是還是成功 保理了這一波 後面的老鷹也是全部倒地 OK 這裡看起來 這一坨強奴還是解不掉 溫溫家裡這坨怎麼辦 城堡打帝王 真的很難過 哇 剛剛這些城堡沒有先射掉這些強奴 應該是個大問題了 現在這個強奴還是可以繼續拆除裡面的建築物 後面的騎士過來支援了 YO在上面又重新開了一個新天地 在經濟來說 YO還是有村民上的優勢 只要自己村民不掉 就還有機會 好 好 地龍時代終於疊下 好 村民想要修 但是沒木頭 YO的木頭已經來到極限 安全的木頭實在太少了 只能往上發展一下 好 薩拉森人在前面前置了一根城堡 雙TC薩拉森 一直打架一直爽 這就是打架劉薩拉森 OK 劉薩拉森 拆建築物真的很誇張喔 一直在拆 OK 好 外遊這邊地龍時代還有1分50秒 應該還有機會 好 下方騎士也抓到T4的村民 好 外遊這邊 看來也要被射掉了 看來也要被射掉了 好 外遊又拉了一圖老鷹 到了後面 開始鬧 這裡也是 哇 外遊這個BD打得不錯 有抓到村民就很賺 喔 結果下面這個騎士也找到了 現在兩邊家裡都是四處著火的狀況 但是阿森的著火的情況比較沒那麼嚴重 哎呦 家裡的著火反而是更糟糕的一點 哇 這一坨槍我就看到黃金 但是我還反應很快 把黃金的村民又拉走了 這一坨再次上來 但是我老鷹還是有做到一點事情喔 所以還是已經殺到了滿多村民 好 騎士也不飽了 裡面是五隻的村民準備要被打噴出來 要是這裡的村民全部被抓掉的話 騎士就要炸裂了 完蛋 著火 不能載人了 三隻騎士 趕快追上去 巨型偷司機攻城 巨型狂把這個城堡拿下 哇呦 在上方的巨點 也被騎士給漏洩了 完蛋 現在後方的騎士也沒了 直接中到了城堡 最後憋出了26隻的老鷹 點下了鷹勇士 但村民處已經下降到了 只剩下72村 殺了人 攻擊城堡中心 只靠工兵跟騎士 騎士單位到了帝王時代沒有重裝騎士 還是再繼續出 看來沒有打算要轉型了 直接騎士打到底 三攻三防體肌上 也是一個很可觀的戰力 但是勇士已經升級好 遠防現在來到了4加2 但是沒有三級的步兵鎧甲 萬有是不是衝動了呢 可能這一波有點小小衝動 三級步兵甲 點了之後再上可能會更好 所以這還是城堡刺城放人內 好這一坨老鷹再一次想要偷家 要是不偷家變成人 跟你打這面沒有希望 但是如果有偷家的話就有希望 那YO努力從高低反擊 跟騎士的鎧甲 以及準備點下了三級馬鎧 OK這個巨頭還是可以拿下 這跟城堡是YO的最後希望 然後我們覺得希望不多啦 臭命術怎麼下降到只剩下53村了 好那Manchester加利的騎士 還在繼續防守 加利還是有騎士能擋 這裡一直有騎士欸 好那英雄士的傷害是有點高囉 攻擊來到9加2 也是只有10點的傷害值 好臭命術上到49村 兩隻強姆也抓到了上方的礦點 在YO已經沒有安全的地方可以踩支援了嗎 直接打出了GG 恭喜Manchester拿下比賽的勝利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最後是由 Manchester拿下食物木材石頭的勝利 YO拿下了黃金喔 但是這個食物好像輸出點多 木材也是啊 沒有辦法 Manchester這一波不攻兵 只加騎士 不靠工程器的推進打法 真的是在現代喔 2020年也有用 那這一套打法 其實在世紀力國決定版 剛出來的時候是非常夯的喔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 不攻兵喔 是加4點的建築物的傷害喔 平衡性做得非常糟糕 木槍喔 一瞬間喔 就可以秒掉 直接殺進去 所以這個也是我以前 很難來爬分的打法 那沒有想到 在2024年的7月 又看到了這一招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呢